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J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从这节课开始,我引入一个角色的概念 为什么要引入角色呢? 咱们平时使用系统中也注意到了 咱们包括其他的企业里边做一件事情 或者划分个权限的时候 通常是基于角色的 这个角色能做什么事情 这个角色能看到哪些页面 咱们JBPM里边将来在实际项目中肯定也是基于角色的 所以说我这块引入一个角色的概念 引入角色的概念,咱们主要做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入角色 通过员工姓名查询他所属的角色 这是最简单的基础的一个操作 做一个铺垫作用 第二部分是使用角色部署流程 就说咱们这个流程是使用角色的部署的 咱们流程的接收人是一个角色 而不是一个实战 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用户 还有一个就是使用角色获取流程的任务列表 你部署流程 然后就是这个角色登录你以后 或者是这个角色能查看这个用户 查看他所属的角色的代表任务列表 这样才是合理的科学的 咱们先讲第一步 咱们还先建一个项目 12 然后改名字 这节课开始我就是以前看着咱们那个回帖里边 就是我的视频下边有人评价 说我这个以前这个颜色背景是绿色的 比较亮 就是对可能有点刺眼 所以说这次我改回来改成咱们普通的一个默认的一个白色 这会大家看的可能舒服一点 因为当时因为我还是比较习惯于绿色的 可能有些同学不太习惯吧 绿色的可能是根据科学来说更养眼一点嘛 就是绿色环保嘛 说一些题外话 大家看一下回录正题 比较慢 OK 咱们 做这个获取角色的过程中是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一个用户我来比如说我是有点内容是张三 然后我登录以后就说我查询他所处的角色的名称 是做一个这么些事情 所以说咱们这块要首先要建立角色表和用户角色的一个关联表 咱们用户表就不去建立了 因为咱们这块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形式 就说这具体的用户这么一个体系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 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体系 包括咱们开始 包括你开始一开始学miss的时候 一开始学渣渣web开发的时候 你首先接触的应该是第一个demo 应该就是用户的一个管理 替正三感查用户 咱们这块就不做用户这块的太基础了 咱们这为了 是为了咱们JBPM用到角色 而必须做一个角色的东西 如果ID 类型咱们就是int类型了 长度10给它 用ID让它自动增长 然后默认 咱们不给它默认 不允许空 然后是组件 然后再添加一个real name 是春类型 有vr查类型的 没有实质 vr查咱们给它50 也不允许围困 保存 咱这个表名就叫role角色表 有了这张表以后 咱们再另外去建立一张角色和用户的一个关联表 这块就是一个user id 然后这块是一个 咱们叫它 咱们叫它 我做的这个关联表不是非常规范 就是规范的话 这块是一个中间表 就是咱们一对多的那种角色 就是中间表 这块咱们没有user表 就是只是把这个user和role这个关联表就合成一张表了 是这么来的 int 长度也给它10 不用许空 怎么让它组件 然后这块是user name vr查类型的 50 也不用许空 再来一个user role id 用户角色的所属的id 这个其实是一个外件 咱们现在不做外件 只是给它 但是咱们要把它去关联起来 就是业务上是关联起来的 user id有了 name有了 role id有了 你这样的话 你通过 你有了user name以后 就能查到通过user role id 然后查到他ro 所属的user role name 咱们就这样的话就ok了 咱们就这个表叫做user ro 用户角色 这张表了以后 有了以后 咱们就给它复制 id 咱们 手写 角色名称 咱们现在要 制定这么几个角色 第一个是员工 角色 第二个咱们要添加一个组长角色 第三个咱们要添一个组长完了经理的一个角色 第四个咱们要添加一个总监的一个角色 ok 这几个角色就有了 这里边是个角色 这里边是个角色 这块我用英文吧 因为这个gppm 咱们 这个右耳内门要gppm时候要用 咱们就让它英文去写 和汉汉诺 汉诺语 这段话也兼容一些 就是省的一些麻烦事情 我给大家做demo嘛 总监 总监 组长 叫 这个是员工 经理 这块叫总监 我把它用汉语 就是咱们汉语拼音去拼写 这的话就是以后省了些麻烦 就是 包括gppm调一些中文中英文呀 包括咱们页面上 有时候会中英文错误呀 这个不是说解决不了 是很好解决的 就是说 但是咱们这块为了节省大家时间 不去做这些事情 这些无谓的事情 我相信能看咱跟gppm视频的同学 就解决这些还是分分钟的事 这些 日文ID 咱们一 咱们一软 一软 name 咱们叫它 员工一 日文 日文ID是一 咱们叫做组长一 每一个角色咱们给它 来一个用户 三 叫做 经理一 三 这个是四 中间一 四 好了 这就是咱们用户 一个角色的关联表做完了 这张呢 有了这两张表的基础以后 咱们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了 就是 比如说我一个用户 它有点内容就叫做经理一 然后咱们通过这个 肉ID能查到它所属这个 角色 咱们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 开始 做咱们的基础 把这个先关了 咱们的道里边 咱们模仿这个道 然后去 再做一个查询 就是查询user as rules 咱们把这个这块 新建一个 实体 这个就叫user and reo 这里边有呢 有些属性呢 比较 int user id 肯定是有的 为了 strain user name 肯定是有的 然后 这一块跟数据库的呢 这点尽量对应上 user ruid 这个 是int 类型的 这是 user的信息 然后开ru的信息 ru int ruid strain ru name 有这两个以后 我们给它 添加get set的方法 然后这个实体就做好了 实体做好了以后 咱们这块 给它做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 就是通过user name 去查询这个实体 这个实体 咱们先把这些最基础的都替换了 OK 引入过来 咱们这块叫get user and 这种 里边咱们传个参数 就是user name 咱们 咱们slit 咱们form 然后就是两个表 一个是ruals 咱们给切个边边是ruals 和r 一个是user ru 咱们做ur 这两个表 这两个表以后 有了以后 咱们去给它做一个r.rual id 等于ur.rual id and 后边这个是 ur.rual id 等于这块来个ural name 这就OK了 咱们把这个ural name 参数给传进来 OK 然后OK 然后底层倒成的方法就做好了 倒成的方法作用就是通过 咱们就是 通写个注释吧 通过用户名去查询 角色用户 用户角色实体 然后这个方法做好了 做好了以后 咱们去 service层同样是要做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直接return my.do my.do.get OK service有了以后 然后就咱们做controller controller咱们还做了这块 先做了这块吧 这块 然后是做一个方法 咱们教它 其实 是用不到这块的 就是说咱们现在就做了个模拟 将来这个 查角色不是从这个controller 直接走下去的 肯定是就是controller 有一些其他业务需要用到角色 查询的时候 就是这次掉一下这个service层 而不是从页面 查 咱们这个只说一个demo而已 咱们既然做demo 咱们就用那个什么吧 不要 不要 不要占用这个controller的 这会搞的 这个controller会很乱 咱们这个新建 controller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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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咱们把其他的这几个方法都删掉 删掉以后 咱们这块就要就有get get re 这个方法 前端让他传来一个user name 然后咱们这块做一个事情就是 获取到这个user name user name user and the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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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my day series get your name 这样会获取到这个urian的 实体 然后让它打印一下这个get 咱们就打印rollname 打获取这个角色名称 其实咱们要的就是这个角色名称 把这块打印出来 咱们就打一个等于 然后其他的这个return 咱们不管 让它随便返回个页面就行 然后这样就ok了 把这些没用去掉 看舒服一点 然后这样就ok了以后 咱们看一下 咱们做一个前端做一个测试 咱们测试的时候 咱们看测试之前 咱们既然这次引入了这个角色 咱们这个页面也要按角色去划分一下 如果不划分的话 就是给大家讲解起来 可能比较困难 大家理解起来 乱糟糟的 这个比如说一个菜单 同时一会儿就成了那个用户 从那个员工来 一会儿又成了这个菜单 一会儿又主张使用了 一会儿又成总监使用了 看的比较乱 所以说我这块给大家划分一下 然后大家看着就比较舒服了 GPPM12 现在就有一个菜单 咱们这块把它分开 咱们这块 是这 看一下 就是这个 咱们把这个复制一下就行 copy几份 copy 三份 一 二 三 应该这样 应该就够了 咱们看看够不够 咱们看着 先给它命名一下 咱们最开始 这个就叫流程管理 咱们是就部署流程 就是公用的一些东西 相当于一个系统管理员 要用到的东西 然后第一部分 咱们叫员工的一个菜单 这个就是员工专属的 员工里边 他咱们就不让他看到流程部署列表了 员工这个GPA比较低 咱们也不要看见我的任务了 员工只能去发起任务 他只能发起流程 做个钱价什么操作了什么 第二部分 咱们就来个来个组长的 组长也不让他看流程列表 流程列表是同一 由第一个系统管理员来做 组长能看到我任务 组长也能发起任务 组长查看任务 呃 现在留着吧 查看任务 查看任务 咱们将来改版一下 组长完了 咱们就来个经理 经理同组长是一样的 经理和组长的 一样的 哎 还缺一个缺一个总监 给他给他来一个总监的 COPY一份 写代码 咱们写代码 COPY是很重要的 虽然说很多人忌讳说什么 我们复用呀 面向对象呀 不COPY 其实大量代码还是COPY的 包括我去一个公司 或者一公司换到另外一个公司 很多代码都是从原来公司 考过去的 是吧 这点技术才能流通吗 要不那些技术怎么流通呢 发起任务 查看任务 OK 可能我说的比较通俗一点 把实话说出来了 咱们看一下 总监也有了 经理也有 然后组长也有 员工也有 这个是相当于流程管理 咱们这块就叫系统管理员吧 咱们把系统管理员 咱们为什么要这么划分 首先咱们这样的话 会让大家更去清楚明白的看到 每个角色 它的职责 避免混淆 第二个就是真正情况下 是肯定是每个角色 是一个菜单的 咱们这是模拟 其实真正情况下 每个角色是登陆进来以后 就能看到自己的菜单 咱们为了 就是让大家在一个页面就能看到 而不去反复的退出登陆 登陆退出的 这样的话 浪费时间 这样的话都写到一个页面上了 也不做登陆的这个东西了 省点事情 为大家省点时间 所以说就这个 咱们就写到一个页面了 看得也比较自然 然后这样的话 就跟数据库的那个也对应了 这个以后 咱们去查询一下流程 查询流程 咱们这个做一个测试嘛 测试就 呃 咱们就简单一点 咱们看一下 随便搞一个 咱们既然做测试嘛 就专门拿出一个菜单测试 我刚说了 让大家去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这现在都违反了这个原则了 向大家道个歉 这个就要测试 tst 咱们测试里边第一个就叫一个查询角色 咱们这个角色的就叫热 里边是get热 第二度 热 内容 刚才那个是需要查个团数 叫 业内容 等于 咱们就查一下这个主掌一 他所在的角色 他所在的角色 角色肯定是主掌 咱们打出来以后是主掌 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咱们看一下可以不可以 看一下 咱们打一个断点 看能不能进来 查询角色 进来了 断点是进来了 咱们看一下 能走通吗 哎 没问题 这就是内容传过来 是主掌一 咱们看一下实体 也拿到了 咱们看打印出来的 结果是什么 主掌 没问题 就说我这个主掌一 他所在的角色就是主掌 这就是达到了咱们这几课的目的 咱们这几课就讲这些 就讲了一个查询他角色 做一个最基础的铺垫 以后就是会基于角色去做好多工作 咱们这几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